PHP的雲端資料庫的教學懶人報 這個是關於PHP的 然後我們1、2、3應該是到3這個地方 裡面都有相關的 教學 然後前幾次的上課 甚至有 有一些畫面 反正就照這個吧 1、2、3這個都有 反正就照這個步驟吧 我想應該要做出來不是太困難的點 第一個 就部落格裡面有相關的東西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雲端上面的這一個 網站裡面 那今天的話你進來之後 反正以後的東西都在 第一階段是PHP 雲端 雲端白板 在這裡 反正你們就自己從這邊找了 然後 表單 今天是表單跟語法的應用 那你就把它點開來 這邊就會有一個 所以剛剛就是 在應該是範例2吧 範例2 那這個是完成畫面 我們要做出PHP Fone 2 這個 然後 結果是這個 登錄成功 或登錄失敗 做法怎麼做呢 其實底下有程式 當然 如果你不從頭做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在追尋 裡面 直接乾脆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因為兩個檔 第一個檔是 HTM的 第二個檔是PHP的 所以第一個檔 你就先建立 然後建立的話 那怎麼做呢 就在那個 Body跟Body中間按Enter 然後你就把這個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記得是 分割 然後貼上 再點這邊一下 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 這個是 單行 這個是 密碼 但是你如果自己用這個來放的話 它也會是單行的 可是單行會看到密碼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的問題是 怎麼變成 為什麼是密碼 主要原因是 要讓它變成點點 應該沒問題吧 第一個 那你就怎麼樣呢 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時候 這個呢 就把它存成什麼 PHP 有沒有 Phone2.htm 因為我習慣 表單就是htm 那接收的就是 動態的那個PHP 所以你把它save 儲存 那這個就是 一個什麼呢 剛剛看到這個東西了 應該沒問題吧 那差別只是在哪裡呢 你再確定一下 這個表單的傳遞方式 是 Get 還是Post OK 那怎麼知道呢 你就點選表單 Get或Post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 第二段程式 這個也在雲端上也有了 如果你是Get的話 請你選這一段 把它貼到哪裡了 貼到你的那個 這個 如果是Post 假設Post 你就這一段程式 那記得喔 頭 尾 不要選錯了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 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一樣怎麼樣 就是直接按建立就可以了 建立之後呢 在body跟body中間 貼上 這邊把body跟body中間貼上 不過貼上完之後確定一件事啦 就是說你的 這個修改裡面的 頁面屬性 是不是 UTF8 如果是 就不需要修改 如果不是 請你把它改成 一律 為UTF8 那另外呢 其他 可能有同學 不知道有沒有遇到 就是說 他會出現那個警告訊息 有沒有 因為我這邊 這一台奇怪 剛剛有出現 現在沒有出現了 如果你有出現警告訊息 有沒有not notice 還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 警告的訊息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你們應該一定會遇到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搞定了 其實在這個上面都有答案了 你們找一下那個雲端 外面 最外面的PHP裡面的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有一個FAQ 就是說 可能你之後 會遇到的問題 可能這邊都會有答案 FAQ就是常見問題 你把它彈出 彈出之後的話 在這邊 如何關閉 PHP的提示 那個其實是提示 提示而已喔 那怎麼關閉 很簡單嘛 就請你把 這個底下 這一行 這一行 放在哪裡呢 Ctrl C 放在哪裡呢 放在 PHP的下方 放哪邊呢 其實就是放在 這個 這一行 就是放第二行的意思 Enter一下 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這一行是做什麼事呢 它就是一個PHP的函數 這個函數呢 顧名思義有沒有 叫什麼呢 A 其實不是 應該叫什麼 不是Arrow 是Air Air Air然後Reporting 這個叫AirReporting 就是 它的錯誤的訊息 要不要出現呢 你這邊 O 它好像就是 全部把它關掉的意思 有個參數 那其實我為什麼會知道 順便再交 交給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呢 還有一個資源 我覺得這個資源還蠻好用的 再 上一層吧 這邊有一個什麼 PHP5的 中文手冊 就是說呢 這中文手冊 是我在 網路上找到 不過 沒有找到繁體版的 當然是簡體版 他做什麼事 他就把 PHP裡面 所有他的 函視庫 的說明 通通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擊 然後把它下載 然後30Mb 還蠻好用的 比如說哪一個函數 你不會用 貼上去 它都有全部的說明 還蠻清楚的 那不過 我最近有試過了 好像有一些環境 打開會有問題 現在打開看看 開啟 對好像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沒辦法開 之前好像有一個方法 按右鍵 內容 好像有解除封鎖 有沒有 你把它解除過 解除封鎖囉 套用 再確定 打開來 看一下 出現了 這個是 很棒的一個東西 你可能要找 找很久 不見得找得到 這個幫你找好了 然後如果你要知道說 剛剛那個東西 比如說什麼 FAQ這個東西 這個還是 是什麼用 Ctrl C 然後怎麼樣 把它直接 鎖引 把它怎樣 Ctrl V 貼上 有沒有找到 Error reporting 所有的參數 通通在這邊 不過有一些它好像沒有全部翻譯 但是至少知道說 有這些 相關的參數 適用哪一些版本 這邊都有 中文、英文 我印象中是中文的 變英文 OK 我至少就是說 這邊有個參考 可以給各位了解一下 然後 相關的東西 但你也可以把它當一個電子書來 來看 比如函數 等等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講的東西 全部都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 再找找看 主要幾個 幾個東西 OK 把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所以以後 有些東西 雲端上都有 當然最好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會做表單的同學 那你就自己 從頭做一下 一個表單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可以先拿我的 貼上去 OK了 再把它 Delete掉 重新再 Round過一遍 不要說貼上就算了 那以後 如果你自己要做的東西 我沒提供給你的話 那你怎麼辦 沒得貼了 所以盡量可以玩玩看 那用的工具的話 就是用那個 表單工具 其實都 做得出來的 OK 試試看好了 然後 先用GET 再把它改成POST 然後 如果說你有那個 Error reporting 有沒有 因為會有多一行 什麼什麼警告第幾行有問題之類的那個訊息的話 如果你在那個PHP 的第2行 城市的第2行 貼上那個 我剛剛給各位FAQ裡面那一行的話 他的錯誤訊息 他的警告訊息 就會消失了 就不會一直提示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在FAQ裡面都會提供各位一些 相關的說明 然後